Hello大家好,我是Jasmine,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随着疫情的好转呢,我们很多朋友也逐渐的回到了工作的岗位 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在我们IT行业 这个到底是有没有前途,这个工资收入到底是不是有想象中那么可观 其实这个话题呢,是我很早之前就想跟大家聊一聊的 因为很多时候当我跟别人说我是从事IT行业的 那其他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哇塞,你好厉害,一个女程序员 或者说,哇,那你们这个行业是不是赚很多钱呢 我有一个朋友的老公,就是在某个公司从事IT行业 那他一年可以赚25万,有的时候35万 那每到这个时候呢,我都特别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在澳洲呢,IT行业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 在澳洲从事IT的工作呢,总的来说呢 我们大多数的岗位呢,其实做的都是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这个意味着我们的江湖地位并没有那么的高 我们的收入呢,也并没有那么的可观 所以这一期的视频呢,我就想站在一个女性从业者的角度 跟大家好好地八卦八卦,在这个行业我们的收入到底可以到多少 那话不多说,你们关心的收入呢 这一部分我就已经用红色给标注出来了 那首先我想说的是呢,在IT行业 你未必要从事技术类的岗位 也有一些的是非技术类的岗位 我这边呢,列出了六个非技术类的岗位 比如说BA,比如说PM,就是项目管理 那Scrum Master呢,其实也是项目管理的敏捷管理当中分离出来的一个职位 然后呢,包括说Management,包括说Digital Marketing 那Digital Marketing呢,其实我会觉得是更偏向于Marketing的 然后呢,Sales,那就不用说了,肯定是都不用编程的 那这六个职位具体是做什么呢,我这边就不详细说了 但是呢,这几个职位是肯定都不用编程的 那你们可以看到,其实BA和Digital Marketing这一块呢 它的起性并不高,然后天花板呢,也是比较明显的 那管理类的岗位呢,你会看到它其实收入呢,是比较OK的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在很多的小公司,甚至是中型的公司 它其实很多岗位是同一个人 比如说Account Manager和Project Manager,甚至是Scrum Master 它都是同一个人,甚至包括Sales都是同一个人 那这就意味着它其实门槛是相对高的 它需要你有一定的项目经验 我的观察是在偏管理的岗位上呢,华人真的是比较少的 那因为我们华人在语言和文化上呢,都是不占优势的 那这一点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同时呢,这一部分的岗位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多 我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直观的数据 那我们这边呢,来到最常用的澳洲找工作的网站Seek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在疫情期间所有的工作岗位都并没有特别的多 那最多的呢,其实是医疗方面的以及IT方面的 一个是1500,一个是1900多个岗位 那么我们点开IT行业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Management以及这个BA 如果我们勾选出来的话,把下面所有的这个非技术类的岗位都勾选出来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总共呢,这个这些岗位加起来 也就只是300多个岗位 这只占1900多个岗位中的300多 所以说它的这个position量真的是比较少的 那技术类的岗位呢,我这边也分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非纯编程的,就是需要用到一些编程 但是不是你们说的那种纯这个程序员 然后另一部分呢,就是程序员纯编程的 所以你们其实可以看到啊,就是IT行业的细分它是非常多的 除了程序员会用语言,然后他学其他的语言会比较快 是相对容易互相兼容的 但是如果是从事其他的细分领域的话 其实相对相互兼容的话,它的难度还是有一些的 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岗位,即使是你有一定的沉淀 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但是如果你要换到另外一个细分岗位的话 其实依旧是一个把自己推到重建的过程 所有的技术啊,工作经验呢,你都是要重新学过的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技术类的非纯编程的一些岗位 那你们可以看到啊,就是比如说IT support 就是支持类的,和这个tester就是测试类的 包括说UX UI的设计 这几个方面,它们都是起薪会相对比较低 并且是它们的天花板都是比较明显的 那这几个岗位里面呢,只有network和security 就是网络或者网络安全方面 以及数据分析大数据方面有相对好一点的薪资 那么这些岗位的占有量有没有很大呢 那我们还是回到seek 刚刚呢,我们勾选了所有非技术类的岗位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就连同非传编程的岗位一起勾选出来 看看结果会怎么样 OK,那我们这边看到呢,我们勾选了差不多904个岗位 也就是说IT的1900多个岗位中呢 有1000出头个岗位都是传编程的岗位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说IT的岗位比较多的原因呢 是程序员需求的量会比较大 而且一直在增大 那也就是说呢,程序员其实是相对好找工作的 那也因为它的供不应求呢 程序员的工资自然会相对高一些 那我们下面呢,就看看你们最关心的程序员工资到底是多少啦 OK,那到了这个部分呢 传说中的高工资总算是出现了 那我这边呢,其实还low着些了 其实30万,35万呢,也是有可能会出现的 那就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了 那因为下面一行呢,就是做游戏的 包括是算法工程师呢 在澳洲其实是职位会不多的 那我这边就不说了 那我重点还是说前面两个吧 首先呢,我想先说一个事实啊 就是你们看到的最高工资可能真的会非常高 但是其实在我身边呢,所谓的很多技术大牛 他们工资的天花板也就是12到15万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被你们发现了 那些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大神呢 卑微的我其实是没有见过的 那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样传说中的大神呢 我觉得大概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就是他真的拿到了所谓的大厂offer 就是我们说的Amazon啊,Google之类的offer 那么这样的offer呢 其实他的收入是分为三个部分的 分为工资,分红,还有bonus 那加起来呢,可能会有25到30万 但是其实在澳洲呢,这样的职位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出于好奇呢,我也在搜了一下Google的职位 那如果我把地点设为墨尔本呢 我能搜到的关于IT的职位一共只有两个 所以其实这样的职位会相当相当罕见的 那第二种呢,就是他的技术真的非常过关了 然后他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钻研啊 或者去学新的东西 那他又想赚到更多的钱 所以呢,他就在自己的本职的 比如说14,15万的工作的情况下 又自己开了咨询公司或开了其他的小生意 那么他的总的加起来的收入呢 也有差不多20几万,30万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也是传说中的收入很多 但是,但是其实收入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 就是澳洲工作分为两种 一种是contractor,一种是perminant employee 那contractor呢,他是按小时的工资算的 那有一些稀缺的岗位呢 他的小时的工资会给的特别的高 比如说100到120到1小时 那么算下来,他每一年的收入呢 大概有个25万 但实际情况呢,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 在一年当中有大量的public holiday 在一年当中呢,他也有可能会请病假,请试假 并且呢,这种工作往往是project的形式 比如说他签这个职位签了一年 那一年之后呢,他要找下一份工作 那中间间隔一个少则一两个月 多则半年,也是挺正常的一件事 说完最高工资呢 我也想聊一聊最低工资 把你们从金字塔的塔尖呢 拉回到现实当中来 那很多人就说啊 你都写了是程序员的工资 为什么你还要写一个4万呢 那我真的没有标题党 我本人的起薪真的就是零 并且我是从一个开发人员开始做的 就是你们传说中的程序员 那我其实呢,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留学生 甚至是比你们视频前的大多数的你们呢 程度还要差很多的 那我当时呢,因为是在塔斯玛尼亚嘛 生活节奏真的是比较慢 然后对于移民啊,对于学业啊 也没有说那么大的一个焦虑 和那么大的力量去push我前进吧 所以呢,我是在毕业前的半年才开始准备雅思考雅思 然后在毕业之后呢,才开始说我要去找工作 换签证,然后继续考雅思 所以我当时呢,可想而知 我是绝对找不到工作的 因为之前完全没有准备 然后我读的是master 在学习的期间也没有做过任何project 所以呢,我当时只能是一边打工 我当时做的是housekeeping 然后一边去找了两份IT相关的volunteer的工作 那就是零起星 然后并且呢,我自己接了一个做网页的私活 所以就是三份小活来给我自己去创造更多的工作经验 然后同时呢,我在海投我的简历 那又因为我当时是在塔斯玛尼亚呢 所以工作机会真的是非常少,非常有限的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能凭着一点点的工作经验呢 找到一个工作,找到一个公司能收我 然后我能得到一份offer 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我当时也不会去管说工资是多少啊 我又偏向哪一个细分领域啊 我以后的这个职业前景是怎么样的啊 所有的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想过 因为我那个时候甚至PR都没有拿到 那我拿到的第一份工作呢 是一个contractor的工作 那时薪呢,是平时是20刀 然后周末是25刀 然后我的第一份全职的工作呢 年薪是4万6,并且还有三个月的试用期 试用期期间是4万3的 但是我当时还是很高兴 我一个星期能拿到个六七百块钱吧 我觉得简直了,成富婆了,真的不得了了 就到后面呢,我来了墨尔本 才知道哦,原来我拿着5万的工资 那其他人都拿着15万的工资 我才知道自己有多落后 那对于程序员的平均工资到底是多少呢? 我也在网上搜集了一些资料 那我会发现呢,不同的网站 对于程序员平均工资统计的结果是非常不一样的 有的呢,就是比较的悲观 是6万8,那有的呢,是比较乐观 是8万2 那因为每一个网站呢,它的计算方法和它的统计的样本呢 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我这边呢,取了SEEK上的一个统计结果 因为它这边呢,统计的数量还是比较大的 那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呢 7万5这个数字呢,也算是比较中肯的 那这个数字呢,是不是觉得你是什么感觉呢? 是不是觉得,嗯,真的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 是不是心里平衡一些呢? 那你的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多少呢? 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告诉我 除了这个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的工资呢 其实我更想给大家看到的是 在这份工资的背后,你需要付出的是什么 其实当你决定从事IT行业之后呢 无论你是做程序员还是做其他的一些细分的岗位 那就决定了你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要不停的学习 那总的来说呢,在IT行业 行业的发展,技术的更新换代呢 实在是太快了 嗯,基本上是每年甚至每个月都会有一些更新 那这个是我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 那基本上呢,就像是一个卡通的房子 那我们在工作中需要用到的呢 这个是排名前20的语言 然后再往下排名30到50的语言呢 其中大部分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就相当于说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 我们需要用到的东西是这个样子的 而客户想要看到的呢,是这个样子的 那包括说我们如果做的是基于某一个平台的软件开发呢 我们需要考的证也是非常多的 那我这边呢,就拿微软举个例子 如果你要考任意一个expert级别的证呢 那比如说我这边勾选MCSE 那任意选一个 那这边呢,就显示了 如果你想得到这个证书的话 你需要通过哪一些的考试 那前面呢,有五个分类 就是前面有五个associate类别的证书 你拿到其中任何一个 然后再通过接下来的三个考试 就可以拿到证书了 那我们点开任意一个前面的这个associate级别的证书 看看需要什么 这边呢,就显示了需要通过另外三个考试 你才可以拿到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证书 也就是说呢,你如果是想拿到expert级别的证书呢 你可能是要通过五到六个考试才可以拿到的 那类似这样的证书呢 我自己之前也是考过的 那其实这些呢,都是三年之后 它就会,版本就会更新 然后你就要整个重新考过一遍 那它的考试流程呢,也可能会有一些的变化 当然这都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呢,就是你之前基于的这个平台呢 现在已经不用了 那么其实你一切都要重新再来 那我刚刚说完这么多呢 是不是会打破很多朋友对IT这个行业的想象或者是认知呢 那其实我在这边想表达的是呢 真的没有哪一个行业是躺着就可以赚钱的 我认识到的很多大牛呢 他们也无时无刻的不在研究新的领域和知识 去学习新的技能,去跟同行业的人交流 在你看到他们收入波峰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多的不为人知的时候 他们是在默默的努力和钻研的 那在这里呢,也祝屏幕前的所有的你们 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行业 每天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并且顺顺利利的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那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别忘了给我点赞 同时呢,别忘了关注我 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误我后面有趣的话题啦 今天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从前有个人关注了我后来 他发财了